- 大家好,今天是6月24日,星期一,加拿大全民医保到即时,人们最期待的却是这些。 日前,联邦卫生部长霍兰表示,他希望在2025年4月1日之前启动全民药物保健计划。 根据之前的报道,加拿大联邦新民主党表示,已与特鲁多自由党达成协议。 加拿大将推出国家药物保险计划的第一部分,其中包括避孕节育和糖尿病药物的保险。 根据2022年3月签署的信任与供应协议的条款,自由党政府承诺在2023年年底,通过立法加拿大药品保险法案,以换取新民主党的下议院关键投票上的支持。 新民主党领袖辛格说,我们已经获得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东西,我想对加拿大人来说非常具有历史意义,我们对此感到非常兴奋。 该协议是联邦自由党和NDP党之间的协议、供应和信心协议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在3月1日立法截止日期之前完成。 该协议包括避孕药物和器具的全面城堡与B-C省所涵盖的内容一致,其中包括宫内节育器和紧急避孕药。 另外,协议还包括用于1型和2型糖尿病的所有胰岛素,以及其他糖尿病药物和血糖监测等用品的资金。 自由党与新民主党的协议将持续到2025年6月份。 在B-C省已经有了相关药保规定,名为B-C省公平药物补助计划,简而言之就是先自己支付药钱,达到自付额后自己支付30%的药费, 计划支付70%达到家庭最高支付额之后,计划将支付100%的药费。 对于长期需要使用昂贵药物的患者来说,该计划每年节约的钱相当可观。 当然,和其他计划类似,公平药物补助计划也要看家庭收入。 但和B-C省做法不同的是,联邦政府此次的全民药保目前列出的相关药物100%由政府支付, 无论居民是否有购买保险,都能免费得到这些药物。 总理特·鲁多在发言中表示,加拿大是一个宜居的、富裕的国家, 任何人都不应该受困于买不起急需药物。 目前的药品保险框只是刚刚建成,在随后的日子里会更加完善,覆盖到方方面面。 在此前的报道中,加拿大全民药保计划的一些细则相当诱人, 比如常见处方药只需要付2刀配药费, 配不常见的处方药只需付5刀一药费,低收入人士全免。 在目前公布的方案中并没有提及。 四分之一加拿大人买不起药,只能硬扛。 很多人误认为免费医疗的加拿大早早地就包括了免费药物, 事实并非如此。 心脏与中风基金会和加拿大癌症协会曾进行过一项民调显示, 四分之一的受访者买不起药, 他们要么只能分隔药丸,要么跳过服用, 要么直接硬扛,甚至吃过期的药。 由于这个原因,一些患有慢性病的人最终会进入中级的急诊室。 加拿大药物有多贵,早在疫情前具有媒体披露, 仅次于美国,排名世界第二。 以Apotas制药公司的七种降血压抗生素药物为例, 加拿大的售价居然是新西兰等国家的九倍。 加拿大每年花费数百万,乃至上千元吃药的人大有人在, 放在多年前可能还不算是负担, 但在吃饭都快吃不起的2023年和2024年, 如果药包能为人们省下这笔钱, 或者省下一部分就能明显改善生活品质。 为什么特别强调避孕药? 全民药保计划,自由党和民主党最先强调的是避孕药。 为什么? 一方面是加拿大人对避孕药的需求量大, 另一方面是目前的避孕药堪称天价, 部分品牌一粒避孕药的价格就达到50加币, 这加剧了流产现象、不安全堕胎现象、 艾滋病传播现象,还导致串商应激障碍、 绝望甚至自杀等惨剧。 联邦自由党和新民主党都认为, 率先将避孕药节育环纳入全民药保项目, 能从根本上缓解这些现象, 确保所有人都能负担得起避孕措施。 不少糖尿病患者需要终身服药, 因此长期会受困于药费, 将糖尿病相关药物率先纳入药保, 也能拯救更多的患者。 药保还不是民众最期待的, 全民药保显然会成为部分患者的福音, 但在两个月前, 由民药公司Lager进行的一项调查却显示, 在医疗方面, 加拿大人最期待的并不是全民药保, 36%的加拿大人最期待的是医疗改革, 是减少手术等待时间, 32%期待的是建设更多长期护理院, 30%最期待的是扩大心理健康服务。 加拿大人变富了, 人均财产12年暴增63.7%, 加拿大人的财富在过去12年增加了仅三分之二,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富有, 这似乎是经济繁荣的象征, 但专家指出这其实是身体不健康的症状。 《环球邮报》专栏作者普拉利 撰文引述瑞士信贷银行称, 2010年加拿大人均财富为22万6千元, 到2022年这一数字已飙升至37万元, 增长了63.7%。 据称,如果所增财富都是经济蓬勃发展 所产生的再投资云余, 那么确实表示经济正健康发展, 但事实并非如此, 事实是, 加拿大经济成长乏力, 同期人均收入仅增长了15%。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失衡加剧, 财富成长速度是产出成长速度的4倍。 危机发生时, 加拿大却是像大多西方政府一样, 增加了债务以防止经济摔腿, 随后又跟随各国紧缩支出以减少赤字, 政府维持低税收, 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削减税收, 正如哈帕政府所做的那样。 理论上, 这将刺激经济反弹, 但情况并非如此。 因为投资管道很少, 如果加拿大公司在海外市场, 从衰退中复苏之际受益于低税收, 他们也许可以利用较低的成本实现出口成长, 从而创造良性循环。 但问题是, 其他西方政府也在实行紧缩政策, 跟着产生恶性循环。 研究表明, 已开发国家之间这种协调一致的财政政策 会加剧其需求限制效应, 与早期衰退中的反弹相比, 西国集团的复苏乏力。 由于成长疲软和通胀低迷, 央行拥有一定的自由, 因此他们试图刺激经济, 于是大幅削减利率直到实际利率接近零, 希望廉价信贷能鼓励公司和人们增加支出和投资。 但事实证明, 这是一个理论上可行, 但在实践上再度适得其反的做法。 由于经济太弱, 无法证明投资扩大生产的合理性, 资金反而涌入固定资产, 尤其是房地产, 从而抬高了其价值, 加拿大人的财富因此激增。 自2000年以来, 虽然世界GDP成长了两倍, 但全球财富却增加了四倍。 实现GDP成长的大部分是发展中国家, 以开发国家则大多出现了财富膨胀。 财富成长速度如此之快, 使西方央行的宽松政策导致全球货币供应量爆炸性成长, 成长了五倍多, 货币实际上是贬值了。 在加拿大, 这种贬值对国人的房屋价格影响最为深远, 因为政策和政治限制了新房供应, 最终资产价值膨胀影响了消费物价, 通过膨胀卷土重来, 随后各国央行被迫提高利率。 相较之下, 在西方国家宽松货币政策的十年里, 发展中国家政府和央行都保持审慎, 为支出保密并避免宽松的货币政策, 在中央银行实施放松政策的地方, 就像在中国发生的那样, 他们为政府的财政慷慨提供了担保, 中国首先用低利率刺激房地产泡沫, 但当政府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后, 随即重新调整了产业政策并支持新技术, 尤其是再生能源, 因此当今世界经济是不平衡的。 从表面上看, 西方国家很富裕, 但大多半死不活, 经济活力已经全部转移到全球南方, 发展中国家凭借相对便宜的资产和更高的生产力, 可吸引更多投资。 同时, 在西方, 高网的资产成本阻碍了新企业成长, 并使投资远离了生产性用途。 改变这种状况并不容易, 如果加拿大人的财富是基于对充满活力的经济的投资, 投资者可能会青睐进一步提高成长率的政策, 但由于国人的财富越来越多, 来自强制稀缺, 特别是在住房方面, 他们将抵制打破僵局的努力。 对此, 总理表示, 无论采取什么措施来应对住房危机, 房价都不能下跌, 一语道破大家心照不宣的事情。 温哥华酒店客房热均高达31.47%, 大温地区5月份酒店入住率达到83.9%, 是加拿大大都会中最高的。 大温旅馆经营者可以收取日均高达317.4亿元的住宿费, 同样是加拿大最高。 温哥华商业杂志报道, 全球房地产数据分析和新闻提供商COLSTAR的数据显示, 温哥华5月酒店入住率高于去年同期的82.9%。 COLSTAR指, 2023年5月大温地区酒店日均房价为226.21元, 到今年5月已升至317.4亿元,增幅多达40.3%。 COLSTAR在全国分析总监巴克斯特对媒体表示, 过去10年来, 大温地区新建的酒店并不多, 事实上, 过去10年酒店供应和库存都在收缩。 COLSTAR的数据显示, 今年5月温哥华酒店入住率高于去年同期, 也是全省短租新规生效的第一个完整月份。 卑诗省于5月1日生效的立法规定, 只允许房东在主要住宅内经营短租, 温哥华的短租规则一直没变, 该市自2018年以来就将短租限制在房中的主要住宅内, 并收取许可费。 自省府 自省府短租新规出炉后, 大温许多地区也开始实施, 例如本拿比、北温哥华、 西温哥华和肃利。 省政府立法的目的是释放住房单位用于长期租赁, 以限制该地区租金上涨。 巴克斯特表示, 5月份, 大温地区酒店数据包括来自低路平原和非沙可谷的195家酒店的信息, 这些酒店总共拥有近2万6千间客房。 不过, 他也表示, 现在就判断该地区入住率所有增长是否与短租新规有关, 还为时过早。 重磅, B.C.省重新分区细则公布, 地价要大涨。 6月30日, B.C.省政府将强制要求全省的所有大城市在目前化为单户住宅或双层住宅的地块上建造更多的住宅单元, 也就是一改多。 据温哥华太阳报6月24日报道, 第44号法案要求至少有5千人的市镇修改分区细则, 允许在标准住宅地块上最多建造4个单元, 在靠近公共交通的标准地块上最多建造6个单元。 湖列甸哥伦比亚省共有191个市镇, 其中86个市镇的居民人数少于5千人。 镇长David Abbey表示, 湖列甸哥伦比亚省的住宅建设量不足, 该法将在未来10年内增加13万小型多单元住房。 什么是分区? 分区是指由选举产生的市政府用来管理土地使用, 并决定在某一特定地产上可以建造什么以及建筑的外观, 例如在温哥华有农业区、工业区、商业区和住宅区。 在华为住宅区的区域内有多种变体, 其中许多变体是允许建造带港道房屋和或第二套的单户住宅。 其他分区允许建造富士住宅和三层住宅。 还有一些分区是为了保护传统住宅, 分区对土地价值起着关键作用。 在栏里, 一辆包括汽车影院的大地块在2022年7月1日的评估价值略低于4000万元, 而正北方一块类似大小的地块, 由于属于省级农业用地保护区, 其价值仅为不到300万元。 随着住宅开发的进行, 允许在一块地皮上建造更多的住宅, 会增加这块地皮的价值。 在温哥华的Canby Street等大道上就可以看到这种情况。 在那里, 老房子的出售价格远远高于其评估价值, 以便并排购买几栋房子, 为新开发项目让路。 BC省要求是什么? 根据第44号法案, 省政府要求各市政府在6月30日之前修改分区细则。 现在, 规定为单户或富士住宅开发的地区, 必须允许在小于280平方米的地块上建造3个单位, 在大于280平方米的地块上建造4个单位, 在大于280平方米的单户或富士住宅地块上, 必须允许建造6个单位, 并且这些地块必须靠近有足够多的公交站点。 新法律还要求, 市政当局更新官方社区规划, 重点规划未来20年的人口和住房需求预期。 如果开发项目靠近公共交通站点, 则无需设置路边停车位。 据布列颠哥伦比亚省市政府联盟称, 一些事已经完全符合第44号法案的要求, 已完全符合第44号法案的要求, 而其他一些事则对立法规定或省及基础设施投资不足表示担忧。 还有一些事已要求在立法允许的范围内延期。 温哥华社区联盟致信市长沈关健, 称6月30日为重新规划的最后期限为时过早, 至少应改到年底。 该联盟还希望市政府审查基础设施, 以确保有足够的服务来满足预期的要求增长。 新法案允许市政府向开发商收取资金, 用于基础设施建设。 沈关健完全支持第44号法案, 他说城市规划者已经在单户住宅地块上向多户住宅方向发展。 SFU大学城市研究项目副教授安迪延表示, 遗产保护分为三个层次, 根据第44号法案, 联邦和省政府指定的遗产住宅, 不得被拆除以建造四连体住宅。 不过, 燕表示, 涉及保护建筑是可以拆除的。 燕说, 开发的单元越多, 对经济影响就越大, 但与两年前相比, 开发商正面临着更高的利率, 以及劳动力和材料成本的上涨。 燕认为, 大多数小型多单元开发项目都发生在大温哥华地区、 奥肯纳根地区和温哥华岛的部分地区。 BC省小型住房开发商兼主管Jake Fry表示, 每个市政负责决定改建的规模, 他预计将建造超过13万套小型多单元住房, 尤其是那些利用父母拥有的免抵押地皮的家庭。 Fry说, 改建一个4000平方英尺的房子需要160万至200万元。 便指出, 在某些情况下, 大温地区拥有3个住宅单元的房产可能会被4个单元所取代, 而后者的租金成本更高。 省政府表示, 将建议地方政府允许在正式化为单雇住宅的地块上进行分层开发。 以上是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观看, 下期再会。